我整體來說,我們接受一個疫苗的因素有三樣東西 第一,當然要安全,第二就是有效性 好了,這就到了第三點,普及性 普及性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們在人群之中多些人去打的時候 令到它的流行程度就沒有那麼高了 低一點的流行程度的時候 就是說我幫你,你幫我,大家都有抵抗力 那些病毒入侵,我們身體的機會減少了 就間接地對於我們這些高危的人士又更加一個好的影響 大家老友記,50歲以上的人 大家都要知道,或者65歲以上,政府基本上 就是免法幫你注射 左流右肺,這個肺炎叫做什麼? 叫做肺炎鏈球菌疫苗 有兩隻,以前就只打一隻 不過我們香港的公共衛生做得好 就為我們的老友記 我們的長者,就先打13,再打23 或者以前已經打了23的時候 不要忘記打13的了 這個問一問你的家庭醫生 我又說回流感 流感就大多數的 所以現在很多的牌子都是用一支針打下去 這些疫苗叫做滅活 流感的疫苗 滅活的意思呢 就是將那隻流感 已經令到沒有活力的了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 細緒的 沒有任何繁殖難力的一個病毒 最近這幾年的時候 就是由於小朋友很怕打針 但是科學家的發明 就發明了一種叫噴鼻式 噴鼻式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的流感 包括了這次的新冠病毒 通過我們的臉膜 呼吸的臉膜 當然是鼻骨為主 鼻骨呼吸 口腔 咽喉 就是在後面 接著我們的器官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產生 我們的那些強心針 強力軍 在我們那些煉磨的時候 你任何的病毒 一黏上去的時候 就立刻幫你斬出去 所以這樣當然更好 所以這個噴鼻式是有它的好處 和方便 那它採用它的疫苗是什麼? 減活 就是將那個疫苗的活力減低了 但是它都是一個 就是動得的 就是能夠有機會 是產生身體的一些的 免疫的能力 季節性的流感 那疫苗都一定有副作用的 副作用的原因 就因為它是產生一個身體的免疫 但是有時候第一次打的那些人 就會有 這個說了 就是會有一些發燒 或者是肌肉痠癌 就是好像感冒那樣 是不是? 然後疲倦 至於注射的針的地方 但是有時候有點紅 但是有些很罕見的叫做GBS 急巴士綜合症 如果你對一些的疫苗的成份有敏感 或者對雞蛋有敏感 還有曾經發生了一些很嚴重的敏感症那時候 那就是不適宜了 都需要一些可能要在醫院的環境之下 就在監督之下才注射 是不是每年要打針啊? 答案是什麼? 當然啦 解釋了嘛 是不是? 原來我們這個流感病毒呢 就是充滿流感 它自己在它自己基因的次序 它自己退一點 於是呢 就每次有些少許不同 為什麼要不同呢? 就因為它都想生活下去嘛 它不想消失嘛 每年世界衛生組織 都會照當時是流行 或者可能流行的品種 就是給一些提示 給那些藥廠去研發 就是今年適用的那個疫苗 好,那講一下那時候 講到很開心的兒童疫苗 政府4合1的疫苗 就包括了有小兒麻痺 百合、破傷風、百日黑 這些對於兒童來說 生命的威脅都很大 那剛才就講了 月盈肝炎菌又包了 所以就4合1 再加多3針 月盈肝炎是要打3針的 因為它有一個叫做加強劑 加強劑 加強劑 還有一種叫做6合1 就是4個加上月盈 再加上一個叫做月盈流感 嗜血、幹菌 都是一些對於兒童 會引起很嚴重的肺炎 尤其是有哮喘的小朋友 那時候 我們希望他們的呼吸都能夠好些 都值得打這個6合1 6合1有很多種 你看看他們都已經有建議時間了 有間英國公司 有間法國公司 那疫苗批准 所以幾樣東西 科學資料 之前那些藥廠都講了一些數據 大家都聽到都很混亂 但是我覺得這些數據 都是一些研究的方案 他們是作為監測疫苗的安全 跟著之後看它的有效性 關於它的益處和風險 大家比較一下 最新的訊息是會怎樣 但是你最緊要都要幫這幫人 能夠有一個抵抗力 這個我們就講講冠狀病毒 首先了解一下 今次的冠狀病毒的時候 我們的科學家和專家們 有四款的 第一款就是滅活 滅活式 就是將那個疫苗 差不多殺死了 或者是弱化到一個程度 基本上就是人的身體 不會產生任何的疾病 第二種就是基於蛋白質 剛才那些分子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造成一些蛋白質 在那些病毒的蛋白質的外層 好像做到一個真的冠狀病毒的時候 這樣就擺入我們的身體之中 我們身體就認得到這個樣子 產生了一個免疫力 下次真的來的時候 因為樣子很相似 嘩 二話不說 立刻就找個導彈將它消滅了 第三種呢 又是一些更加新的科技 就是一種不會引起疾病 但是能夠產生冠狀 它有一個蛋白質叫做S 我特意要這個指一指 S的蛋白質 以產生免疫反應的一個基因工程的病毒 好了 再下去這個 就更加是用一個基因的工程來做 叫做mRNA m就代表messenger 即是試圖一個信差 在信差的基因之中的時候 它就帶了一點點的信息 去到我們的身體之中 能夠產生冠狀病毒S蛋白 這些mRNA的疫苗 不是一些活的病毒 也不是一些所謂的基因 一些改造人類的DNA 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它不需要有這個病毒 在製造的過程之中 就會快很多 而且很準確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在實驗室 是很精準地計算出來的 等等 那有些什麼不適應 剛才不是說了 就是過敏的情況之中 暫時以下的人群就不提供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的病 影響得最大的都是慢性和長疾 需要不需要更多的研究資料 臨床資料當然需要 一支針夠不夠 看下來現在要打兩支針 相隔於三個星期或者四個星期 一個加強劑 好了 疫苗反應是什麼 剛才剛才說 既然是一個免疫的反應 都是那些 關節痛、打冷陣、發燒 剛才說了 Pfizer這家公司 和德國的一個科技公司 BioNTech 產生了這個疫苗 BNT162、B2、COVID19 他曾經都報告了 就是他那些通常是很輕度 或者中度的一些不遜反應 幾天之後可以舒緩的 在他的研究報告之中 或者是之後 可能要補充回最新的資料 暫時沒有一些重大的 對於我們人類身體的安全 有什麼影響 接種後有些什麼 大家這裡都看到了 其中有一個就是 那些腺體 即是淋巴腺體 會有一些腫脹 這些 好了 另一個就是 Extrasenica這家的藥廠 其實這次政府所 簡選的三個牌子的藥廠 全部都是在我們疫苗之中的一些領導地位來的 在這個疫苗之中就是用一個再體 就是一個叫做 大家看一些比較捨得簡單的媒體 這些叫做黑猩猩的一些線病毒的一個體 那它跟人類是沒有關係的 都是動物的 那它對人體不會影法 那它帶著了那個 剛剛說的S 蛋白質 進去身體之中 那它曾經報告了幾樣東西 就是它們做這些實驗 那個透明度都很大 還有都是公開給一些專家 沒有去研究的 多少個資料 可能已經有變了 有多少個不良之中 其中三個可能和那個干預 干預就是今次打這個疫苗的措施有關 譬如它有一個植水業 這個都曾經因爲這樣的時候 它暫停 看看真資 溶血性的貧血 或者發雪高於40度 有另一個就是跟這個 再看 跟這個叫做mRNA有相同的 一個新發的疫苗 不過香港的民族叫做Modera 因為大家都在報紙聽到Modera 那它報導的情況之中 那時候 也是不出負我們的估計 也是這樣 就是那些 那些常見的輕微的反應都會有 極少數有些叫做過敏的反應 這間公司 是 這間公司 雖然在中國的廠製中 它其實都是世界領先的生物科技 它做了很多的科技 它採用的形式就是叫做滅活式 將那個疫苗通過一些死了的病毒來製造 那這個過程就要耐久一點 因為它要培養了這個病毒 好像我們的牛 將它撕活 撕死了它 然後將它慢慢製成 所以它時間性長一點 數量也未必這麼大 對這個疫苗的工廈那時候 世界衛生組織說 只要有50%以上就可以了 那這個50%是通過一些 數字的模型的計算的 不是說 你自稱是一半人得就得 什麼叫一半人得 哪一種人 所以很多那些實驗的設計 其實是靠了不同的科學家 為了那種疫苗設計的 所以疫苗和疫苗之間的比較 第一都未必能夠很相等 因為它們的功效不同 和它們注重的人群不同 那現在多數的疫苗 都是在那些所謂一些高位人群 一些指定的人群 比如醫護人群 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之中 或者是一些普通市民 各有不同的情況之中 但是聽到現在來講的時候 我相信就是都有成功的例子 就是個個都能夠達到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 建議給我們的各個國家採用的疫苗 都有50%以上 作為一個接受疫苗之中 那時候 如果又有那些病徵出現的時候 那都要再進一步的檢測 如果你沒有注射的時候 等我才有了這個疾病 會怎樣的時候呢 但是它有些後遺症 在這裡見到 對於你的血管會發炎 而血管是走勻在我們全身的時候 所以產生的那個禍害都可能要 至少要覆診 至少三年、四年、五年都要繼續去覆診 好,剛才講到 注射的時候 就在每一個注射站 包括我們流感注射站的時候 一個叫做嚴重過敏反疫苗 雖然可能對裡面的成分是有反疫 會突然之間有一個很嚴重的反疫 會致命的 15分鐘都會發生 就是剛才講到 那怎麼辦? 不要緊 原來緊急藥物 叫做腎上線 我們醫護人 我們戴這些針咀 治藥之類的時候 份量很清楚 那些針啊 又又又打下去都不同 總結一下 後天的免疫 是可以專一對抗特定的病原體 不單止這種的免疫方式 功效強 又因為我們的系統有個記憶性的時候 所以在日後的日子 一旦我們的新冠病毒 都仍然在這個世界 或者城市不同地方都會存在 或者有時候會爆發的時候 我們個人受到入侵的時候 我們自體的 後天後天 訓練成功的免疫體 就可以反而進出 希望能夠保個人 保家庭 保這個社會 要保國家